法传非洲续佛会命 希望能够接引更多人认识佛法 法传非洲续佛会命 让佛法在非洲本土化与在地化 透过弘法非洲落实慈悲祭祀 藉由教育孤儿打造希望工程 接引更多众生 那么在佛法的因缘上 阿弥陀佛观态中心所要做的 其实就是法传非洲续佛会命 也就是能够让佛法 让佛教在非洲本土化在地化 在这个整个因缘事来说 其实就是说 在非洲的阿弥陀佛观态中心的 这些小朋友 他们先转世到非洲 视线孤儿身 那么我们是把佛法带到非洲 交给他们 然后他们假如 在他们生命里面 注入这些佛法 那佛法佛教在非洲 就马上能够本土化 能够在地化 所以不纯然是说 非洲的孤儿来感谢我们 其实我们也很感谢 有这段因缘 有这个载体 有这个平台 佛法才能够 在非洲能够弘扬 才能够传承 ACC致力慈善与教育双轨工程 让援助不只是衣食 而是提升品格与学校教育 健全人格养成 让他们未来能以知识的力量 翻转自己的生命 改善非洲现况 ACC也致许成为 启迪良知良能的行善平台 邀请世人对非洲投入实质的 关怀与记住 体现爱无疆界的生命价值 成就美好的人间净土 十方新闻 黄慧的黄开杰 高雄采访报道